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会儿要干什么 所以我现在画眼妆什么的时候 正好跟你们说一下 今天的那个Vlog的安排 就现在是周六嘛 我现在画一个眉毛 修个容 我要和朋友去一个 Vintage Car Race 它是一个古董车的车赛 然后每年会举办一次 是跨州的 然后今天就来到了匹兹堡 然后我们今天要去的是一个Yelp组织的 就是额外的活动 昨天我们就收到这个活动的详情 我之前没有看过这种 就是车赛 更加不要说是Vintage Car了 然后他们在邮件里面就写说 这个车赛是全美第八大 就是Car Race 我还挺惊讶的 就是没有想到规模是这样子大的 所以今天也是很期待 就很好奇 因为从来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看过嘛 而且 就是我很想知道 古董车 就是这种赛车 它如果是古董车的话 它 它会开得很慢吗 就因为它已经很老了 I don't know Anyways 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午的活动 然后今天下午 如果你们记得去年的一个Vlog的话 是我去Columbus 然后我是去找伊万玩的 它是我的研究生的同学嘛 然后今天是 他来皮子宝找我玩 不是今天了 就是今年 今年是他来皮子宝找我玩 他们是 他和他男朋友 两个人 明天要去那个Falling Water 就像做生日的时候 和Sinti去的那个 如果你们没有看那期Vlog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今天 既然你们看到了这个光线是自然光 外面天气超级好 可是很热 就 三十一二度吧 如果 在太阳下面的话 真的是会烤干的那种 对 然后今天我用的是这盘 NAS的双色 它是Condura 应该是 中文应该是爱情灵药 我但凡有一点肿 我就会用这盘 我觉得它特别特别小肿 而且上手很快 稍微有一点点深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下手稍微轻一点 因为是双色嘛 你也不用思考 就大面积铺浅的那个 然后像靠近眼线 就是靠近睫毛根部和眼尾的地方 就拿深色的刷一刷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它的 我两边下手有点不均匀 然后稍微晕一下 好 这样差不多 它就是上色你要稍微轻一点 然后你细看里面的话 它是有闪的 可是上到眼皮上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完全不会有显种 这个非常的消肿 这一盘 它比起那个 Tom Ford那个四色的 全雾面的 就我之前在视频里有 推荐过吧 有推荐过的那盘 要 容易很多 等一下 让我画完眼笑 再跟你们说 就我觉得它在 就我觉得它这盘 这盘双色跟Tom Ford那个 29吧 我记得是 就是 它们俩效果在我这儿 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个就是全雾面 但是 消肿的程度上来说是差不多的 然后 如果那一盘的话 但是那盘因为毕竟还是有四个颜色 所以它的 变化度更会大一些 会更大一些 因为多加了一个白一个黑 然后白色的那个雾面色 可以作为一个眉骨的提亮 这样子 所以 那盘在其他方面的功效会强一点 但是毕竟它也比这个要贵很多 那个我记得是90美金吧 这个只要30 35 对 差不多 反正就是腰斩的价格 而且这一盘就是比较 就是旅行友好 我一般旅行都会带一盘这个 然后再带一盘 就是我当时特别喜欢的 比如说颜色会丰富一点的呀 或者啥的 我准备待会儿就在这件 这个 短款的这个背心外面 再加一件长袖衬衫 因为真的好晒 好了 我去涂了口红 然后就准备出门了 好了 我现在已经化好口红了 化好口红 然后穿好了这个衬衫 包括戴了耳环 就准备等我朋友来接我 然后前面忘记说了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 我脸上的这个底妆嘛 它是一个全雾面的 然后上次来非常的快速 我基本上最近就是 入夏以后 我一直在用这个组合 我觉得特别好用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锁定一下 下期的视频 因为下一期的视频 会是一个夏日好物的分享 然后我会update一下 我的夏天护肤和彩妆方面的 流程的变更 那对 插播完毕 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 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因为这个比赛的声音非常的响 然后我们现在在走去 那个活动的路上 好 这里我们在 它这里布置了桌子 然后可以就是吃吃喝喝 我们先要check in一下 我们刚刚拿了吃的 我们刚刚拿了吃的 汉堡 然后这边是色拉 最后这个是 tomato 布淑妲 我们就准备在这里 看一看比赛 然后吃一吃 这里天护肤 这个早上 早上我家过一口 乱充 一天过去 一口小 Prime 因为好多一口大 大小张 有一口大小的 好多 Until 所以我说 咦吗 比赛 这 paragraph 淑妲 你可真正确 白货 每个小的 都放在 你的包 I don't know The sound is really good I agree I don't know how people do those musical festivals Whenever I go to concerts I normally have earplugs Can't I see it? Oh you know what I think it is Do you remember how you could go and ride with a person? Oh yeah Going to the addition I'm楽 het This ik it Ki i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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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进去和开车的人一起坐在副驾驶 然后体验一波赛车的感觉 这是一个池塘,但它看起来真的好像草地 它中间有那个连叶 All right,Carrie in the camera Can I say hi? Hi Do this? This one looks like the emoji one These are cool little like puffer ball,looks like Covid-19 Can I say that again? It looks like Covid-19 We are...why it's so dark Come on,Come on,Yay,Carrie And we just saw that event and enjoy our lunch And we're heading back home In my vintage car Yeah The car we just got from the race Yeah We picked our favorite Hello Hello 正好那个我刚刚去楼下健身了一下 然后现在回到家里 然后basically就在等Eva他们到我家 然后正好有几件事情给你们交代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现在已经是差不多6个小时 对6个小时 因为现在已经是4点钟了 然后早上我上这个底妆的时候是10点不到 然后已经6个小时了到现在 中午的时候都是在外面 就在太阳下面你们也看到今天天气超级好 然后很热 然后刚刚我下去做了一下运动大概30分钟左右 没有爆汗 可是也是出了点汗 但是你们看它就是还是一个雾面的效果 然后脱妆的部分就只有我吃东西的嘴巴这里 然后我也什么都没有补过 就 还是非常的持久很很轻薄 如果有听到就是噪音什么的话是我的烘干机 我前面洗的衣服 Anyways 首先这个是第一个事情就是底妆 我觉得非常不错 然后下一次的视频里面会分享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Apple Watch 如果你们看了我三月份就是生日的Vlog的话 就会知道这个是我那个时候买的 所以我用到现在也差不多是4个月了 我就想来给大家一个反馈 正好昨天Cindy在微信上面问我 所以我就想起来了 我就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反馈吧 In case you're curious 首先的话就是颜值方面 我买的这款是41毫米的不锈钢 然后 然后是深空灰应该 对反正是深色的那个灰色 不是银色 然后我配的这个表带是这个雾霾蓝的这个皮的表带 然后我当时在店里买的时候是配的银色金属的表带 这两个表带我个人都非常的推荐 因为他们两个都特别低调 然后跟你的穿搭也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 尤其是那个不锈钢的 就不锈钢因为它是灰色嘛 反正什么东西都能搭 什么颜色都能搭 然后就是这个不锈钢的系列真的比那个铝合金的那一款要有质感非常多 因为我平时穿搭的话我还是比较注意的 然后比较有个性一点的衣服什么的话 这个都不会很突兀 就不会像有些运动类的手表会和你的那种 比如说你穿的特别职场或者说你穿特别优雅 然后你那个运动类的表带着就很突兀很奇怪 那这个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这个是颜值方面 然后功能上的话 我知道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是电池 像我的话我是设置的就是平时是按的 就不是说表面一直亮着的不是24小时亮着的 然后运动的话每天我是45到一个小时左右 因为在运动的时候它会特别消耗电量 就是它会一直监测你的心率什么的 我不知道它的原理 但是反正我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它比较容易消耗电量 所以运动时长和表面是不是持续量 这个对电量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现在的话基本上是两天一冲 然后它冲起来的确是像它广告宣传的就是很快 基本上三十几分钟就好了 所以我一般就是去洗澡的时候让它放在那里冲 然后你一般洗完澡 然后抹好护肤品什么的出来 涂个身体乳 然后你再带上它基本上就是满格了 所以我觉得充电方面就对我来说不是困扰 然后我睡觉也会带就是它会监测我的心率 然后除了电量 然后就是我买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正好到夏天然后想要减脂减肥嘛 然后它就是可以track你每天走多少步消耗多少能量 然后你在使用它那个Apple Fitness那个APP的时候 它里面就会track你消耗了多少热量 然后除了那个Apple Fitness那个APP之外 你在做其他运动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对应的运动 这样的话它就会相对准确一点 然后会知道你的运动习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Apple Watch 你还可以在上面就是check你的邮件啊短信啊 微信啊什么的 比如说你手机放在就是餐桌上 然后你去上厕所 或者说你去厨房里烧菜 这样的话有人微信你或者有人发你邮件 或者短信你打电话给你都会收到提醒嘛 但是除此之外我不会在上面看邮件 或者说看就是我不会在上面回复东西 我觉得这屏幕还是太小了一点 就你想要在上面打字 而且是单手因为你这个手上有表 然后你就只有一个手指不是一个手的手指可以去打字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我不会在上面回复邮件或者说回复微信什么的 我就会跑到房间里来把把手机拿起来吧 那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反正我用下来觉得挺值得 比起买一个同等价位的手表来说的话 它的功能性是会强很多 好那就这样了 我们待会儿接到一万了再说 我们现在准备来吃晚饭 然后在parking 但是这个发票一直都打印不出来 I think we just leave it out to me Let's just leave Yeah Yeah otherwise they will not save the seat for us Alright I'm Eva And you know Guys Don't force the camera land 大辆 tas 串 葉 絶 大辆 我说你吃很方便 是的 The long island duck in the entree section is the waiter's favorite thing on the whole menu who? who? the waiter the waiter oh i don't believe that you just overheard from it i don't usually take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waiter you never know i also echo his recommendation for the long island duck it's my favorite thing on the whole menu you overheard that i did always listening but i'll give you some time to look over everything okay grea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i hope next time i come in a different hair color 我们的歌 他的 shoulder 我的那个utral vater告诉我们说这个盘子特别烫 然后我们拿到夜第一个白 kits 这个 Kleiser 暖宝宝 hosted赛宝宝 因为这里As间 Compliance Sang hung 这个宝宝要从Columbus retir sakit 搬到 你去下个月 魂宝宝 ع完吧 芬末宝 出任何华宝宝 它要从Columbus 搬到Tampa 他们要从Columbus 所以说呢 接下来半年内你们应该可以看到在佛里达的vlog 那个天堂那附近就是还蛮多好玩的 而且你可以去那个Cave Diving 我觉得还蛮蛮好的 蛮好玩 你怕吗 不太会游泳 应该有人带的 就是它是一个那个Cave Diving 然后你可以对 然后你可以的钱很深 不太喜欢的Cave Diving 不太喜欢的Cave Diving 这个是 章鱼饺 然后 这个是 章鱼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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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章鱼饺吗 章鱼饺 章鱼饺 有 章鱼饺 章鱼饺 够read 这是绠叻 鱼饺 这是鱼饺 你想在鏡頭上嗎? 大家好 我應該找到昨天的照片 做個比賽 我只是說 你好,我是 Jordan 這是碟嗎? 我感覺到它是葱 噢 我不知道,應該是葱 它可以是酸的 是甜的或酸的? 甜的还是酸的? 为什么我有一种外国人的口语? 是咸的?甜的? 水果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教过了 他用的apps 会教他一些什么样的 他竟然不怕他的老板什么之类的 他竟然不怕他的老板 我觉得这胶是什么鬼的 他可能就叫反文之 这个大扇贝 这扇贝好吃 是什么? 这天吃的 是说吃吗? 这吃是什么意思 看出好吃的 我觉得是蚂蜜 我不知道怎么看 你想脆? 你自己吃 这是痴蜜蜜吗? 是这样打好吗 还是这么吃的 像是有味道吗 它是像是中文的 它是中文的 它有海味道 我认为它是香酱 那是香酱 是香酱 它是香酱 它是香酱 它是在好方式 是因为它是有几个水 嗯 好了,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 我们要专心吃饭了 如果之后还有的话 那我也会剪净吃 无花果 草莓 草莓,柠檬 然后这个是菠萝 所以我们又出现了,因为我们店了甜点 这个是菠萝,菠萝很好吃 吃那个菠萝,菠萝很好吃 很菠萝吗? 我还没有吃过很花果的冰鸡 Wish 我喜欢吃的菠萝要是有的 我可以看到它是菠萝 酸 它是蒜 它是蒜味的 它是蒜味的 这是菠萝 菠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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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准备回去了 然后这次的vlog就到这里 下次参加再见 如果你们觉得这期的视频还不错呢 记得给我点赞一键三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 记得关注一下 这样子以后有新视频 你就会收到提醒啦 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